蜜月期间 丈夫意外身亡 留给妻子大额保险金 一份价值80万元的人身保险 妻子获得保险金 不料却被婆婆告上了法庭 儿子生前买有人身保险 保险金理所当然成了儿子的遗产 他们要求分得三分之二的保险金 婆婆能否分走这份财产 丈夫提前买下巨额保险金 给妻子原因何在 新婚王夫有眼情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5年5月的一天 方小婷和赵明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礼现场喜庆热烈 上百位亲友聚在一起 共同见证了这一幸福时刻 婚礼仪式进行当中 赵明和方小婷回到了房间 他们准备换衣服以后啊 去挨作给客人端酒敬茶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赵明突然手舞胸口 呼吸急促 无力地瘫坐在床上 方小婷吓坏了急忙问 老公你怎么了 赵明说我喘不过气来 接着他就晕倒在了床上 方小婷的父母是医生 他耳辱目染 知道一些医疗急救的常识 他就一方面让伴郎去叫新郎的父母 另一方面呢 自己急忙给丈夫解开衣扣 打开了宾馆的窗户 让他躺在了通风处 很快 赵明的父母赶到了现场 看到儿子的状况啊 他们也很着急 方小婷啊 就觉得他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就问父母 你们带没带塑校救新丸 赵明的父母因为年纪都大了呀 所以他们常常随身携带 塑校救新丸 在听到儿媳的话以后啊 他们就急忙把药拿了出来 方小婷就立刻给赵明含服了六例 一会儿啊 赵明的脸色就恢复正常了 丈夫得到紧急救治 亲友们都称赞方小婷是个好媳妇 但是方小婷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很疑惑 丈夫为何突然在婚礼上昏倒 难道丈夫之前身体有问题 面对方小婷的质疑 婆家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公婆就介绍说 赵明从小就体质弱 在学校参加体育运动啊 就心慌气短 到了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又说没有什么 婚礼上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近段时间操办婚礼劳累过度 所以啊赵明才晕倒了 赵明啊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结果呢赵明自信地说不用 他解释说 当时我的感觉啊 就是感觉喘不过气的 其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缺乏体育锻炼的结果 以后啊我要加强锻炼身体 方小婷也觉得赵明除了身材单薄以外 也没有其他啥毛病 如果是体质差 那以后加强锻炼就行了 看到丈夫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方小婷啊 也没把这件事情再往心里放 方小婷与赵明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当时啊两个人的年龄都快三十岁了 赵明温文尔雅 面白皮静 不好运动属于宅男 而方小婷呢 性格温柔 体贴入微 他们两个人认识以后啊 相互之间就有了好感 双方的老人也都感到满意 方小婷第一次去赵明家 婆婆就给了她两万元的见面 并且告诉她 婚房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看到男友的母亲第一次见面就如此大方 方小婷的内心呢 感到十分温暖 她觉得自己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 在认识不到半年的情况下 在双方家庭的祝福下 举办了喜庆的婚礼 很快就到了冬天 空气质量不好 赵明的呼吸啊又有些气喘 明显的感觉她气不够用 方小婷的家在外地啊 她就利用出差的机会 回家探望父母 在介绍自己婚后生活的时候 她把赵明的身体情况 也跟父母说了 这两位老人都是医生 他们听女儿这么一说啊 马上就怀疑 赵明可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或者哮喘 就要方小婷啊 带着赵明到医院去做检查 方小婷回家以后 就把父母的话告诉了赵明 赵明拒绝并且解释道 婚前 咱们不是做过健康检查吗 我身体肯定没有问题啊 无非就是体质弱 最终在方小婷的一再坚持下 赵明答应了方小婷的要求 去医院检查身体 然而方小婷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 丈夫的身体果真有问题 两个人到了当地的三甲医院 经过医生全面细思的检查 证明赵明患有 轻度主动脉瓣的狭窄 平时啊 没有什么症状 不运动看不出来 而医生就建议赵明 要密切随访 清淡饮食 少做剧烈运动 甚至夫妻生活 两个人都要节制 丈夫的病 虽然平时没有症状 但是婆家 也应该以前在医院 给她看病的时候 能检查出来啊 方小婷的心里啊 就不由地怀疑 是不是丈夫一家人 故意隐瞒了她的病 好让自己结婚以后 照顾她 丈夫赵明身体检查出问题以后啊 方小婷就让赵明 把情况告诉她的父母 赵明说了 自己从小就做一样 为了不让父母操心 不用告诉他们了 你告诉他们以后 他们还会担心 但是方小婷不同意 她说 告诉父母 也是对二老负责 于是 两人回家以后啊 就把医院检查的结论 告诉了父母 方小婷的本意 她是让公婆知道 丈夫身体有病 思想上要做好准备 在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不至于手忙脚乱 可是她没有想到 婆婆听了以后啊 表示不相信 婆婆说 赵明从小身体不好 大家都知道啊 过去检查身体 也没有说她有什么心脏病 怎么结婚以后 医院就说她有病了呢 是不是婚后生活 不规律导致的啊 方小婷觉得自己很委屈 甚至认为 婆婆为了掩盖她 隐瞒赵明有病的事 再往她自己身上推责任 就对婆婆说 妈 我们现在基本上 都不过夫妻生活 结果呢 婆婆听了以后 马上拍着大腿说 对啊 身体是第一位的 身体不好 还过什么夫妻生活呀 方小婷没有想到 婆婆这么护犊子 又不通情达理 根本不考虑她这个儿媳的感受 在回到自己家以后啊 方小婷就对赵明说 我自己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 心里啊 感到很憋屈 赵明听了以后啊 安慰方小婷 说我妈就是这样 只要遇到我的事 她就不冷静 老是认为都是别人的责任 你不用往心里去 虽然丈夫通情达理 但是方小婷的内心 她还是有阴影 面对婆婆的曲解 方小婷一气之下 跑回娘家 到了初五晚上 赵明和妈妈来到了方小婷家 要接方小婷回家 接回方小婷的当晚 赵明突发意外身亡 婆婆将嫌疑指向方小婷 这结婚不到一年就突然死了 肯定是方小婷在家中 折磨她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指责 方小婷将如何应对 赵明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新婚王夫有眼情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方小婷对赵明说 你看你 整个冬天都像个病号 你妈又不和咱们共同生活 还以为是我把你折磨病了 要不这样吧 今年春节 咱们都回自己的家里过 我也回去看看父母 赵明知道 方小婷的心结还没有解开 怎么劝她 她也不听 最后她只好答应 方小婷和她 两个人各自回自己的家过春节 说等到春节以后 自己会上门去接方小婷回家 就这样 方小婷回娘家过春节了 出嫁的女儿回家过年 父母自然高兴 于是婚后的第一年 一对新人分别在自己的家里 过了年 春节期间 赵明和方小婷 分别给双方父母电话拜年 到了初五晚上 赵明和妈妈来到了方小婷家 方小婷的父母 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双方都说了很温馨的话 谁也没有提不愉快的事情 婆婆还让儿子 给了方小婷一个大红包 说是他老人家给的压岁钱 赵明也说 要接方小婷回家 而方小婷的父母则交代赵明 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就这样 双方见面的气氛非常融洽 方小婷的心里的气儿 她也消了 她被丈夫接了回去 小夫妻回到了住处 小别从逢 自然别有一番激情 两个人晚上聊天聊得很晚才睡觉 到了第二天的凌晨 赵明突然又一次出现了 呼吸急促的现象 丈夫赵明心脏病突然发作 让方小婷慌了神 她给丈夫服用速效救心完后 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医院的救护车迅速赶到了 方小婷的家里 然而遗憾的是 医生全力抢救 仍没能挽救赵明的生命 医生宣布 赵明心脏病突发猝死 已经停止了呼吸 听到医生宣布丈夫已经去世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方小婷感觉就像被五雷轰顶 她抱着赵明的尸体 嚎啕大哭 方小婷的公婆得知儿子 突然死亡的消息以后 也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她家 看到赵明的身体已经僵硬 老两口当场就哭晕过去 方小婷的父母也闻讯从外地赶来 他们没有想到 昨天下午还是一个鲜活的人 转眼间就撒手人寰 赵明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她家的亲朋好友都纷纷赶到 方小婷强忍着内心的悲痛 把两个人回家以后的情况说了一遍 告诉大家赵明是因为疾病突发死亡 赵明的家人不相信方小婷的说法 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婆婆是心如刀绞 她对亲朋好友说 赵明婚前虽然体质弱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紧急情况 这结婚不到一年就突然死了 肯定是方小婷在家中折磨她的结果 昨天下午 赵明把方小婷接回家 晚上她就突然死亡 那肯定是和方小婷有关的 有人听了以后就对她说 如果真是你想的这样的话 那赵明的事不能私了 就这样 在别人的鼓动下 上子之痛的公婆就向警方报了案 公安机关迅速赶到了现场 分别询问了他们双方 婆婆讲了自己的怀疑 方小婷辩解说 得知丈夫身体不好以后 两个人连夫妻生活都很节制 自己怎么可能去害丈夫 听取了双方的陈述以后 民警就明确表示 如果你们任何一方对赵明的死因有意义 可以向警方申请解剖尸体 赵明的家人商量以后 想到既然要公了 那就必须查明死因 所以他们同意解剖尸体 而方小婷为了自证清白 他当然也同意 就这样 一起意外死亡的事件 变成了需要警方干预的案件 很快赵明的事件报告出来了 法医解剖的结果显示 赵明因为主动扮膜狭窄 突发心肌梗塞而死 确认赵明的死亡 是自身原因导致的一场意外 由于没有发现刑事犯罪线索 警方宣布布与立案 这样的鉴定结果 能否划解婆媳矛盾 随着科学结论的作出 围绕赵明死亡 各方对方小婷的种种非议 冤枭云散 给赵明办丧事 就提到了一时日程上 方小婷对婆家意见很大 他对操办丈夫后事的人说 我不参加葬礼 他说 自从我第一次跟婆婆见面 婆婆得知她父母是医生 就表示对她十分满意 并且还出手大方 主动购置婚房给他们结婚 极力撮合二人的婚事 而丈夫也一直拒绝去医院 做身体检查 方小婷就断然认为 照明全家人在他们结婚前 就知道他身体有病 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照顾他 全家人一直对他隐瞒事情的真相 欺骗了他 赵明因病去世以后 婆婆又倒打一耙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 自己的婚姻 实际上就是被婆家人摆弄的婚姻 面对这么有心悉的一家人 方小婷当然不愿意再当木偶被摆布了 她表示公安机关已经还了自己的清白 面对丈夫的突然离去 自己问心无愧 她把衣物收拾好以后 就准备搬离婚房 今后大路朝天 各走半边 第二天 方小婷就带着朋友来到了自己的婚房 她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 看着布置温馨的婚房 想一想即将人去无空 抚摸着丈夫的遗像 方小婷不禁地泪如雨下 突然方小婷在抽屉里 发现了一份保险合同和保单 她打开一看 居然是丈夫生前买的一份价值 八十万元的人身保险 整理丈夫一误发现一份保险 方小婷与婆婆的关系逐渐缓解 方小婷深切体会到 丈夫是多么的爱自己 心中对婆家的怨恨 就顿时烟消云散 婆媳关系缓解不久 婆婆为何把方小婷告上法庭 赵明的父母认为 保险金是儿子的遗产 他们要分走三分之二 赵明生前购买的保险 去世后能否作为遗产禁死 封割 新婚王夫有眼情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受益人一栏 填的就是方小婷 方小婷这才发现 细心的丈夫 已经为她的今后做了安排 看到这样一份保险合同 方小婷深切体会到 丈夫是多么的爱自己 心中对婆家的怨恨就顿时烟消云散 方小婷把房屋的钥匙还给了婆婆 表示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事 今后他们二位仍然是自己的公婆 自己会定时来看望他们 回到娘家以后 方小婷打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一天 方小婷正在家中看电视 突然传来了东东的敲门声 他开门发现是快递员 快递员问他是不是方小婷 方小婷点头说是 快递员就请他签收了一份 来自法院的特快专递 方小婷心里就想 法院怎么会给他寄材料呢 谁知道他打开一看 脸色变了 原来方小婷竟然成了被告 而向法院起诉他的 正是他的公婆 公婆在诉状中说 赵明生前买的有保险 他们要求分割保险金 原来啊 当方小婷办理了理赔手续以后 保险公司就把相关的文件 寄到了赵明家 公婆这才知道 方小婷领取了保险金 成了儿子死亡的最大受益者 这二位老人心里失衡 他们就把方小婷告上了法庭 被昔日的公婆告上法庭 方小婷从心里上不能接受 方小婷认为 虽然公婆是长辈 但丈夫的保险合同 受益人就是自己 这也是丈夫的遗愿 这一次她不能退让 那么面对公婆的控诉 方小婷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于是 方小婷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 她决心在法庭之上 捍卫自己的权利 法院为此进行了庭前调解 原告二位老人认为 他们是赵明的父母 儿子生前买有人身保险 现在儿子不在了 保险金理所当然成了儿子的遗产 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继承 他们要求分得三分之二的保险金 而方小婷则认为 自己是赵明指定的唯一受益人 丈夫去世以后 保险金就应当全部归自己 他希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那么 谁是赵明保险合同上的 这个保险受益人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焦点 我们来看一下 保险受益人 保险受益人又叫什么呢 叫保险金领取人 也就是指在人身保险合同当中 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投保人就是掏钱那个人 被保险的人就是投保人要保的那个人 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他的家人 更可能是亲戚朋友 那么投保人被保险人 均可以成为受益人 同时呢 投保人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 也可以指定第三人为受益人 结合本案 赵明生前既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他又是被保险人 他指定妻子 方小婷为保险合同的受益人 应该说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赵明去世了 他买的保险是否已经转化为遗产呢 换一句话讲 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保险金才可以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由继承人依法来继承呢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2条一款规定 被保险人死亡以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 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由保险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 没有指定受益人 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 无法确定的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 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 或者放弃受益权 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所以啊 根据这样一个焦点 法官就对他们诉讼双方指出 在这个案件当中 赵明作为投保人 他又是被保险人 已经在保险合同当中 指定了方小婷为保险受益人 所以对于保险金 不应当再按照继承法的原则来继承 应当归方小婷一人相有 那这句话实际上我们就给保险受益人 有了一个结论 指定 就是投保人指定的 受益人是谁 或者法定 法定什么概念呢 就是没有指定或者指定不明 刚才我所讲的法条 那么就依法来继承 只有在法定的情况下 他才发生继承的事宜 赵明的父母啊 在听了法官的解释以后 他们也弄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知道儿子将保险受益人 指定为方小婷 也是儿子的遗愿 于是啊 就当场表示 愿意向法院撤回诉请 而方小婷呢 也表示 他愿意给公婆20万元的补偿 今后 还会不定期的上门去探望 二位老人 公婆听了以后啊 颤颤巍巍的站起来 向他鞠躬道歉 希望方小婷 能够不计前嫌 原谅他们之前的过错 这场保险金之争 就此落下了帷幕 方小婷与公婆的关系 也渐渐有了好转 可是接下来出现的一件事情 让方小婷 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等到一切事情料理完毕 方小婷突然才察觉 自己已经两个月 没有来立嫁了 第一个月没有来 她认为是丈夫去世 带给她的巨大悲痛 影响了身体 所以也没有在意 现在第二个月还没有来 那就不正常了呀 于是方小婷就到医院 做了一个检查 结果发现她已经怀孕了 而且检查结果 胎儿发育一切正常 方小婷回家以后 就把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父母 征求父母意见 要不叫留下这个孩子 父母听了以后 对她说 尊重方小婷的决定 方小婷回想 自己和丈夫的往日恩爱 两个人缘分随短 但是却永世难忘 想到这里 方小婷决定 留下这个宝贵的生命 方小婷和父母 一起去了婆婆家 她告诉公婆 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婆婆听到这个惊天喜讯 看着不计前嫌的儿媳 不由地抱着方小婷 喜极而泣 十月怀胎之后 方小婷生下了一个 健康的男孩 公婆将他们的婚房 赠予给了孙子 并办理了公证过户的手续 观众朋友 任何一位母亲爱此心切 都情有可原 可是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而不顾他人的感受 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 这样狭隘的爱 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本案 方小婷的婆婆 凡事都是想着自己的儿子 方小婷 面对这样自私的婆婆 最终给对方以理解和包容 才有了本案这样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木讷寡言的丈夫沉迷上网 妻子怀疑她有了外遇 是在看黄色视频呢 还是跟谁聊天呢 妻子偷看丈夫的聊天记录 竟被丈夫打晕绑了起来 我本来不想这样 可你不该偷看我的东西 危急时刻 妻子的一句话竟使自己脱险 她报警后发现 老十八交的丈夫 竟与连环凶案有关 枕边丈夫是恶魔明日播出